在外面要轿车的话 除了一般小黄机轮车之外 现在还有小黑 这是一款世界通用的APP 那么现在就推出了日系的黑色轿车 司机们都经过培训会帮你开车门 提供杂志手机充电器 还有瓶装水 让你有顶级享受 但是当然它的价格也比较贵 以价格来说还是小黄便宜多了 黑色轿车接送 还有专人替你关车门 先前打出双逼名车接送的美国APP 吹起评价风 这回再下一程用低价抢市 服务不便但车子从双逼 改用日本车厂的油电车 还有经济型轿车 一样全是黑色系 但价格比双逼少了三分之二 司机同样得经过培训帮你开车门 走评价路线要PK台湾小黄APP轿车市场 他们的服务很好 所以就是司机的话也会感觉到比较安全 黑色轿车上提供杂志水平 很多乘客觉得服务的确有加分 但车资到底谁划算 我们实际找来两台小黑和小黄 看看从东区到行天宫车资比一比 同样路线小黑最后累计的车钱 大约199元 而小黄最后挑表是185元 小黄胜出价格比较便宜 计程车数量还是比较多 而且让我们可以不用等那么久 所以我们还是会比较习惯 做大乘计程车 这一支车大概可以兑换30点的一个红利 那30点红利可以到我们APP这边去查询 比如说我30点可以兑换哪些的 一个优惠券或一个敌用券 美国来的小黑APP目前只提供刷卡服务 短程轿车乘客如果用零钱比较不方便 但面临异军突起台湾小黄业者也不甘示弱 打出红利基点换礼券要和小黑比拼 台湾轿车市场竞争从价格厮杀到服务 市场真的是越来越激烈 记者欧瑞芬范继闻台北长报导